直政八年 直政八年 口号连连 口号连连 执政八年 口号连连 今天是428国际工商日 那我们为什么今天来到的总统府呢 当然是为了要戳破 扁政府执政八年来 以口号减灾的这种政策 其实呢 他所谓的四字四方案 2222方案 233方案 甚至333方案 我们知道陈水扁政府执政八年 口号连连 老委会的主委呢 应该是说连续有三任 但是口号就有四个 所以呢 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呢 是在全国工商日 要公开戳破他的减灾骗数 怎么说呢 我们今天来了很多直在劳工 其实如果就阿扁的这个减灾的骗数里头呢 是进不进去他的统计这个年报的 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事业单位 并没有帮我们的劳工投保 这个劳工保险 那一旦劳工发生职业灾害之后呢 就直接被排除在劳保的几步里头 所以官方当然也无法统计这样的一个职灾数据 另外呢 我们所谓的重大死产 我们的重大死产率降低 其实政府指的是只有死或者是重产 才被这个政府的这个职灾率纳入计算 所以呢 普通的所谓的职灾伤病 一般的伤病呢 其实是重大死产的数十倍 一年内我们就算是从官方的数据可以看出来 一年内我们的职灾率 每一年都有五万多个职业灾害的个案 五万多个 其中呢 就有一千个因为职业灾害而死亡 大概有五千名终身残废 其他的伤病更是不计其数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数据呢 根本从他的数据看来 就没有减灾 再从我们实际的没有被投保的 或者是没有被纳入重大死产率计算的 这些劳工朋友来看的话呢 他的这个减灾骗数 真的是包装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再从我们的职灾劳工保护法来看 实施了六年来 其实受益人 我看也只不过数百个 但是呢 他在宣传96年的职灾劳工保护法里面 的受益人就说就宣传了八千多个 他的八千多人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呢 他是从八千多名里头 就包含了五千多个 是每一个月被政府补助 所谓的职灾后退保的这种数据 所以就五千个是这个 另外两千多人 才是真正有受到其他补助的 所以呢 他这样的补助 其实就是也是一个包装的骗数 所以呢 我们今天来到这边了 很多的因为没有被计算进去的实施劳工 我们要来这边控诉 他的减灾骗数 他的减灾骗数 我们要戳破他的减灾骗数 要求把这些职灾劳工 纳入我们的统计计算里头 我在国际服务中心里面上班的 因为这个劳儿 每天在座 早上七点都是去 一直坐到晚上五点 买天也没有出息 所以就是 我是过劳了 才变成这样 一开始就在那个电梯里面 昏倒在那个电梯里面 也对 到最后看到了 会议中心里面 才把我送到医院里面去 所以就是 我现在是就是工作也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靠着在家里面 一年多 什么工作都没有 谢谢 其实像李大哥这样子 职灾没有被认定 或者是职业病没有被认定 其实不计其数 可是我们的官方的统计数据里头 美化了很多 这些人都没有被纳进去 所以当然他每一年都说 他有达到减灾的目的 我们认为这大概就是 实际数据的五到十倍以上 减灾数字不真实 职灾修法没进度 劳动安全破洞百出 防灾口号多于制度 防灾口号多于制度